十八岁那年 我成为了那个 纠战雀巢的贾亲亲 我的闺女 鸡身上位 她抢走我的男朋友 打见到小姐的笑话 是你 李月月 你瞎了眼了 这可是岳董事长 还不赶紧道歉 对不起 没事 岳董事长 我爸爸呢 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 跟你有过合作的 您还记得吗 不记得 岳董事长 你还不认识他 我刚才有什么事 孩子啊 你帮过我 以后在学校有什么难处 尽管找我 去找校长吧 这明天给你 你拿得起吗 就你这冒牌货 还想在生命家喷高枕呢 就是 想什么呢 就你也配啊 赶紧滚